承主令 承承主慈欲 玄虎少君寒朔 自成婚以来勤勉柔顺 性情温良 传赐有功 特赏赐欲如意一饼 孔雀羽扇一把 鸳鸯必拨绸缎三匹 尚好绿茶一盒 琉璃平一对 寿君怎么都是绿的 翡翠金冠一顶 寿君 小小气 少君 少君有所不知 这花园城有一民俗 若长辈赐予晚辈与绿冠 那 就说明长辈在夸你 恪守福德 鲜良大多 这么说来 我还得感谢三公主 送了我一顶绿帽子 少君你想开一点嘛 这孩子虽然不是你的 看媳妇是我的 这小人听说 在玄虎城也有一个民俗 说这男子一生可娶三妻四妾 这妾氏所生子女 那这原配也应视同己出 悉心照顾 到了我们花园 只不过将男子变为女子 不知少君有何 就得不妥呀 丧琪 你跟她说不通的 我说 这孩子不跟你性 你积个什么劲啊 岂有此理 花园子嗣居然不随夫姓 多醒醒啊 我给你们算笔账啊 嗯 就拿我和你家少君为例 现在住这房子是谁的 三公主的呀 那日常开销花的钱是谁的 三公主的呀 这买屋子的 是从容是谁的 三公主的呀 若这孩子出生了 从谁的肚子里出来 还是三公主的呀 这不就得了 你家少君年生孩子 都帮不上忙 就不要挑三景四了 我 对了 三公主 嗯 城主特意吩咐小的 把这个给你送来 说你爱吃 什么呀 哎 哎 哎 三公主 少君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既然她一口咬定 是我下毒害的 如果不顺了她的意 岂不白说这场罪 吩咐我们的人 按原计划动手 莫说这孽种了 就是大人我也不想有 是 少君 已经安排妥当 独救下在琉璃宅内 中午服用 午夜发作 神不知鬼不觉 是 今天加了好多好吃的 来 快 快 快快 那个按我们花园城的 规矩啊 我们三公主用膳 你得在旁边陪试着 替我们煮的布菜 真是自然 好 少君 毒就下载琉璃宅内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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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少君 琉璃宅内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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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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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公主 三国主 厨房位 今天吃什么 吃什么 炒一把 炒一把 餐具也要最好 是 那就切换你的琉璃盏吧 什么是琉璃盏 用琉璃做的盏 莫非还说在菜里藏毒 好你个寒霜 我辛辛苦苦将你 从大牢里救出来 你却恩将仇报 少君今天操劳一天了 不如坐下来 陪我一起吃吧 不 你们花园城的规矩 男子不上饭桌 还是三公主请吧 这玄虎城有一句方言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既然我们已经是夫妻了 那就应该是腹肠肤髓 少君请用 你现在是一人吃两人不 还是三公主请吧 当然是客髓主便了 我让你吃你就得吃 张嘴 不 不用 情色和睦相敬如碧尘 恩啊 起死个头 好 都别愣着了呀 赶紧重新准备 不用准备了 我不吃了 这饭没法吃 你去哪儿呀 陈住府 去陈住府干吗呀 吃饭 那我也去吧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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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